今天我们准备出发去鹅梅山 有很多网友给我们推荐的 成都周围的一些景点和美食 然后我们发现鹅梅山那里 美食和风景都还蛮多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准备到那边 那边距离成都有两个小时车程 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 我们有三天的时间 我觉得刚好可以到那边转一转 还可以爬爬山 我觉得这个应该挺好的 走吧 我感觉你是想去吃美食了 到那边要晚了 赶紧走吧 人家说乐山是不是四川美食最多的城市 你看你就想着美食 我发现你就看到美食两眼发光 我牙还没好 所以说我不会胡吃海喝 知道吗 我要先把牙看好了 我才能大吃大喝 我主要是带你去看看风景 带你去对吧 赏赏风景 爬爬山 最主要是阿牌也能在那边玩 爬山又带不了大牌 不进京点就可以 这边停车是10块钱起 然后1块钱一个小时 超过10个小时 1块钱1小时 10块钱也可以停10个小时 刚好停了一天一夜24块钱 24块钱 这瘦的挺好玩的 这边停车场还不错 拜拜 我的心发型好不好看 撇过去了 看到不看一眼 不行 白痴我的心发型不行 哎呦 哎呦 他问我应该怎么说 好看的 好看 好看你看我一下 好看你看我一下 看我了 给我们眼睛了 即将在某维登路口掉头 笑死我了 哎呦 都堵车咯 去鹅眉山 鹅眉派 鹅眉派掌某人 你是怎么派的呀 即将又转进入一人三户 你是怎么派的 我是鹅眉派的 那我就是 你是怎么派 我骨灰我无门无派 无门无派 又转 我是伞修 无门派 叶木降临啊 我们开到了一个服务区 呃 在那边休息一下 准备把那个 把那个黑水箱倒一下 待会再继续走 离这个 鹅眉山马 也就还有个 几十公里啊 待会到完就 待会就能到了 我这个黑水箱都没有上锁的 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 对吧 你说这东西 谁会偷呢 是不是 打开了也无所言 哎 哎 鲁鱼刚刚说肚子饿了 看一下这里 这里还挺大的 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吃 吃一点 这边写的是五星服务区啊 这边服务区吃的也不多啊 然后呢 然后呢 都快收餐了 看到有包子 就哪个包子 哪个粽子 先添麻一点啊 待会到鹅眉山那边 可以吃点美食 什么的啊 这边好冷哦 是啊 感觉这边上山了一样的 我刚刚看到 有地方可以登到四川 四川吗 不是那啥吗 纳曲 纳曲是6点1级 这边有个地方3点6级 吃了点小吃 偏黑了 这天也变得挺快的 还要开多久啊 四十分钟吧 就这样几十公里呢 就是出发吧 越走越冷啊 这边地上啊 都湿哒哒的 感觉像下雨了一样 已经开到了这个鹅眉山寺啊 鹅眉山寺 鹅眉山不愧是 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啊 这个路灯啊 就是用的那个九年宝灯 看到没有 很有这个意义啊 我们已经开到了鹅眉山了 这边有那个充电桩 然后呢 我们这上的电不是特别多 正好在这边把那个电充一下 这边停车是十块钱 停一天 还可以啊 在这边正好充点电 我们出去吃点东西 停车的对面啊就有一个商场 哎到这边来看一下有什么好吃的 走我们直接上二楼 这边还有超市呢 明天我们可以过来买点东西到超市里面 这边的这个串串呢 八毛钱一串 昆树都是一个价啊 我们就弄一个套餐吃个三十串 我觉得三十串应该就差不多了 还点了点其他的 今天吃这个波波鸡啊 乐山波波鸡是很有名的 就整个四川波波鸡对吧 这里就是发源地了 看着很辣 不知道吃吃了 辣不辣 老板说这个是微辣的 三十串我觉得也挺多了 你看这里还有那个 霍香排骨 哇 是不是还有去暑的 这霍香叶子能不能吃啊 刚刚有问一下 这是霍香蒸汁水的霍香 应该是吧 霍香蒸汁水啊 嗯 还有这个包姜豆腐 看起来做得还不错 可以是啊 这个房子感冒的 房子感冒的 霍香蒸汁水就是这个叶子铁 其烈的 这是红天然的 哦 不是不是防中暑的吗 肯定就是防中暑的是吧 对吧 那霍香蒸汁水 还有这个红糖瓷巴 瓷巴是哪里都有哈 这个霍香排骨真的是第一次进来 霍香蒸汁水的叶子 夏天吃人家应该是 我们好像没有吃过波波鸡吧 没有 我们只吃过串串哈 波波鸡还真没有没有吃过 四川这边很喜欢的 搬后来一串 这么多串串 是不是想这么一口吃啊 一串串也蛮多的 多少钱一串 八毛钱一串 八毛钱一串 哇 挺实惠的 对啊 我发现四川这边的菜 这是好吃不贵啊 你看一百串就八十块钱 一百串没多少 一百串 但我这两个人肯定吃不了一百串 赶紧尝尝尝看 辣不辣 你要这么撸啊 尝一下这个豆皮 辣不辣 四川古鲁的那个辣香味 辣吗 我能吃的辣吗 能吃 我喜欢吃的青菜 给你特意拿了叶子 香不香 嗯好香啊 你看哦 它上面全是芝麻 这一层层的芝麻 我想裹着芝麻吃 好香啊 它不辣 它是香 别看着红红的 其实一点也不辣 刚问了一下老板 这个霍香叶子是可以吃的 尝一下 炸过的 炸过的霍香叶子 像那个紫菜 海苔 像那个海苔 跟吃海苔一样那种口感 香脆香脆的 还可以 包姜豆腐也是这边特色 每个豆腐上面都有 都上了好多的料 一个一个的 我一下子就吃了好多个串 给你敞开吃 你吃不了几十串 哎呦 这边吃的真的是太好吃了 也不贵 你看这个我们点了一个套餐才一百不到 还配了一碗粥 这个粥他们叫饭 他们叫鸡汤饭 我以为真的是饭 哇你还没动啊 我都喝完了 我都已经喝完了 这个不叫鸡粥吗 美丽小哥你们学校的脚踩 应该不用加了 够了够了 够了够了 好 够吃了 晚上不要吃那么多 这样说不定都吃不完 是吧 这个泼泼鸡啊 我感觉我感觉就是吃着就感觉比那些麻辣烫啊 要健康一点 有没有 嗯 他就烫熟 然后拿来沾一下这个红油吗 这红油应该不会 这红油应该就是每次都是重新弄的吧 应该应该是吧 用一大锅的红油感觉好浪费 吃吧 好吃现在 不要想那么多 我们这战斗力可以啊 吃的干干净净的 哇 吃饱没啊 剩下点霍香叶子 哇 没想到我又能吃这么多串 好吃吗 好吃 行了 别说我一把你养胖了 在这边我的胃啊 跟在广东一样 都是吃的撑撑的 看来四川也是美食制成的 人家是出了名的很多美食好吗 我们之前都是路过没有怎么吃 对 这也是难得有时间 好好吃一下 可以好好地吃一顿 肉餐还有很多很多好吃的 好 吃饱了 走吧 明天再吃 明天去玩一玩 然后再吃一吃 在旁边买了点零食回来 明天可以当成早餐了 早安了 外面车电也冲上了 等到明天一早睡起来 电就充满了 哎呀 老板 给你把那个鸡肉粥打包回来了 哎呦要不要 要不要 大白色还是这个鸟碗最实在呀 我的天呐 酸碗 给你吃样子吃 你看他大白什么 大白这个心理啊 就是我们吃什么呢 对吧 他也想尝一尝 你要是回家给他带点东西 他不出去玩 他也无所谓的 要不要 反正就是玩和吃的 他会要选择一样 外面下雨了 在这里吃点吧 慢点 鸡肉粥好香 晚上外面一直在下雨 大白 大白躺在这里动不动了 睡觉之前还是得带他去上个厕所才行 穿上鱼鞋 鱼呀 先穿鱼 先穿鱼 先穿鱼鞋 先穿鱼鞋鞋鱼 你又穿不进去了 老板 傻死了 我发现你变傻了 牙还没好 所以说有点傻 老板起来起来 起来穿穿衣服 老板一说带着刹着手 他还是知道的 是 我吃饱的胖了 胖了 吃饱了就跑 哎呦 你看老板说人家都睡着了 一脸懵 睡着了都 哎呦 穿好了 去去吧 还是挺乖的 他知道的 这边有一排充电桩 看见我们电充了多少了 老不灵光的呢 充了百分之六十八了 直接给它充到明天早上吧 把它充满 好了 这老师不是傻兵 怎么了 小心小心 地上是不是有坑啊 没有坑 有 有那个草 草里面是坑 哎呦 先上来 先上来 先上到这里吧 上来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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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上一个 慢慢的走 走上来 好 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帮你脱 帮你脱鞋 乖乖 上完就可以上睡觉了